袁文哉逐就书接上一会 那个武明智就跟着玉罗杀来了道府草堂 就见到小兄弟的所谓阿妹 那个阿妹就不信武明智是武明智的 那武明智没办法 唯有将他化妆那些糊涂拔了下来 恢复自己英俊的面容 其实这个姑娘仔大家都知道就是小燕 他现在专门整顾做怪就不认武明智 一来就想先声夺忍 使武明智真的相信他有个这样的阿妹 二来他想试探武明智现在的武功 还可不可以在西门剑下走一百招 他见到武明智现在脱了服装 拔了衣服 还这么英俊瀟灑 心里面真是开心的答堂 武明智除了胡桑之后对小燕来说 那你今次信了吧 我都说过了 就算我信你是化妆的 我都不信你是武明智 欲罗撒冷问 小妹 那你要怎么才信呢 听我哥哥说 傻哥哥的武功很交关的 在断云波一举击败几大名门正派的掌门人 但是他正说 被我轻轻拍了一掌 就拍中他的腮落 傻哥哥 有这么不中容的吗 哈 正说我 我们什么时候出手 你什么时候拍过我 你不要知道是丑了 学武之人 反正应该是很敏捷的 怎么可以这么轻易被人拍中才能的 如果我刚才不是用手是用剑的话 你还有命吗 武明智一下真的不明白了 他什么时候拍过我 欲罗撒冷说 武兄弟 你都经历过几次生死的了 都这么粗心大意被人拍中的 哦 莫 莫 莫说他没拍过我 就算你拍 自己人不用防备嘛 武兄弟 江湖上人心险恶 凡事处处警惕啊 难道你不怕险恶之人 化妆成我们这样的样子骗你的吗 哈 会吗 武兄弟 行走江湖小心点好的 跟着欲罗撒冷问小燕 小妹 那你现在想怎样呢 除非她跟我交锋 拿出她的真实本事来 我就想 这样啊 武兄弟 看来 你真的要出手跟她比武功啊 不比行不行啊 不比啊 不比她不信你是真的 鬼叫你这个小兄弟行为古怪吗 所以她的妹 就一样这么古灵精怪咯 呃 是 给就给啦 喏 不要玩真的啊 不玩真的怎么行啊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真还是假 小心啊 你不想断手臂或者受伤呢 你就使出你真本事来 你知道啦 我出手不留情啊 欲罗撒都说 是啊 武兄弟 小妹的武功啊 不在你小兄弟之下的 恐怕剑法比你小兄弟更好 你小心应付啊 跟着他就对他说 小英跟着一招天机送子 哇 那剑的精雷走电 直向武明智的心脏刺过来 这个西门剑法面对高手啊 先发制人的招式啊 武明智不敢大意啊 一个灵牛百变身法就闪开 小英是如影除影 由一招玉女飞梭过来 武明智身形幻影 从剑光中的腾空而起 拼一声跳到小英的身后 小英是早就知道武明智有这招了 个人咬腰向后一样 又是一招出人意外的 贵妃醉走的招式 那这一招就小英将天机掌法 跟西门剑法融合的新招式了 这一招不单是出人意外 更加刁钻飞上 眼看着武明智就快被剑来画伤 那个武明智马上急运气 在个掌上轻轻拍出去 这样才将把剑尖物震歪 这样才逃脱 这个精雷走跌的一招 玉罗莎都吓了一跳 心想哇 这个妹子怎么这么认真啊 不怕买了伤了武明智物笔 杀时间 玉罗莎只见剑光飞扰人影翻腾 竟然分不清哪个打哪个了 飞得两飞突然间小英一声惊讶 他人就弹起 即使剑光人影没了 玉罗莎马上定神一看 武明智像木鸡那样站着呆了 他那件鱼服 被剑锋从中间画开 几乎划伤了心口 但是小燕那把软剑 就握在武明智的手中 他再望小燕 人就滚在溪边的荒草里面 不见他爬起身 就不知是中了掌啊 还是伤了 玉罗莎这一惊非同小可 他先扑起武明智身边就问 你怎么了 你没有受伤啊 我 我没事 那跟着玉罗莎冲到小燕面前 弯低腰就问 阿妹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这一会儿小燕才来说 你这个死猛人 几乎拍死我了 你没有受伤啊 我没有受伤 但是我的屁股很痛而已 我不知有没有受伤啊 死猫丁 自己有没有受伤都不知道的吗 让我看看 我骗你的而已 我没有受伤啊 我想骗个猛人而已 你又是的 那件多危险啊 你看 他件衣服都被你画开了 你不怕画伤他肚腩的吗 姐姐你放心吧 我心中有数的了 我又想不到啊 他竟然在眨眼之间 把我把剑都抢了去 从出掌把我拍飞 妹丁 这个傻乖有身真气 你逼他拍飞 你会不受伤啊 我都不知道他用什么掌啊 感到他的掌径一下将我凭空托起 搭到这里了 人反而没有受伤啊 欲罗实在很奇怪 这个是什么掌法呢 是芬花佛柳掌 如果是的话 这个猛仔这个掌法 运用到出神入化的景地 比玲玲姐姐更胜一筹 想到这里他又问 妹丁 今天还不坐在身上 姐姐 哎呀 你帮我嚇一下这个傻子 小燕跟着就叫痛 哎呀 我好痛啊 哎呀 我好痛啊 欲罗杀见到这个死妹丁 整股做鬼都没办法了 唯一向着母明治就说 母兄弟 你更快点过来看看小妹 她被你打伤了 起不了身了 她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怎么对得住你小兄弟 是啊 那母明治正说 被小燕那剑剃开的三副 她都吓了一跳 她心想 哎呀 膠军啊 那把剑再放进去 我桃林就被她划开 所以正说母明治问她 有没有受伤 她的惊魂未定 随口回答 没事 现在听到欲罗杀这样说 她惊了 她马上说 咯 她受了伤啊 欲罗杀了 废话 啊 你出手啊 她受不受伤你不知道的吗 母明治肯是不知道的 因为她正是用的 就是分花佛楼掌的一招 摘蚁轻拋 最多是将人抛开 就不会受伤的 难道你这个女孩 打到地上 撞到什么砖头 自己打伤的 所以她不明白 一路走过来问 喂喂喂 你伤在哪里啊 让我看看 啊 欲罗杀了 骂了 小妹是女孩 怎么能让你看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你自己问她 鬼叫你出手都不知轻重 交手前我怎么跟你说 小妍还在草地里 哎呀 叫得更大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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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哎呀 母明治肯真是害怕了 小妹 哎呀 是我不好 你受伤伤伤在哪里啊 你说一下 或者我可以帮你呢 我 我周身都痛啊 我怎么知道伤在哪里啊 好啊 你打伤我 我告诉我哥哥听 欲罗杀了 哎呀 虽得她加油添草 哇 不定正说你那一掌啊 把内藏都打乱了啊 不然怎么会周身痛呢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欲姐姐 我用个芬花佛柳掌 不会伤人啊 恐怕小妹跌下来 她 她被什么石头 和树巾撞伤啊 啊 我有无身怪异的老人家 接根薄骨醉云丹 小妹呀 你先吃一粒 我先吃那些什么丹啊 哎呀 好痛啊 小妹 这个丹好的 你吃一粒就立刻不痛了 你想我不痛都可以 你让我打一掌 我就不痛了 蛤 我就算被你打一掌 你怎么会不痛啊 哎呀 因为 我可以把我身上的痛 转到你身上嘛 有这样子痛的吗 为什么没有啊 我是狗幽小怪 我会邪述的嘛 我会把自己的痛 转到人家身上的 真的呀 你需要不想试一下 小妹 如果真的这样 那你就 你就转过来给我吧 你不怕痛啊 你不怕我把你的骨头打断吗 小妹 只要你不痛 我断骨都没问题了 我会食药治好自己的了 欲恶失了 小妹 你不要再玩他了 说不定他真的被你打断骨头 那个小燕就笑了 博一声 彈起来说 嘿嘿 怪我哥哥说你傻哥哥了 原来你真的这么傻的 你想想 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子痛的 蛤 你没事了 你不痛了吗 哦 你骗我的 哎呀 骗你又怎样 你怒不怒我 慕名只见到眼前你个小妹 哎呀 行为神态廣华的口吻 怎么直接跟小兄弟一模一样的 他现在很开心就说 不怒 不怒 小妹 我怎么会怒你呢 只要你不痛没事 我好开心啊 我画烂了你的衣服 你怒不怒我 哦 没名只要开心 什么都不记得了 正说连骨头断了都不在乎 现在画件衣服 也不是有所谓的 又怎么会怪他呢 是吧 小燕眨眨眨眨眨眼仔 又向玉罗莎说 现在 我相信他是真的傻哥哥了 玉罗莎说 你现在才相信 遲不遲些 怎么会遲呢 傻哥哥 我现在才相信你 他说遲哦 你说遲不遲啊 哇 小燕这一声傻哥哥 叫到没名只 舒服了 没名只 其实他都很喜欢这个小兄弟 他见到眼前这个小妹 十足十个小兄弟 哈 如果是这样 最好不过 他马上说 不像 不像 一点都不像 玉罗莎在旁边看到就很感叹 看来缘分真的不可强求 怪不得古人也有说 心有灵犀就一点通 这一对 真是武林中少有个俠女 一个心底人口老实 一个机灵聪明 竟然相处得这么融合 互保长短 他见到他两个这么亲烈 情不自禁 就想起自己心上人 他心上人是谁 我说过 时不遇 玉罗莎心想 为什么不见他来成都找自己 计计的日子 你应该来成都 玉罗莎怎么都没想到 事不遇一到成都 就听过玉罗莎被人废了武功 由昆仑派的掌门 就带回昆仑受处 心肠玉团 竟然千里迢迢 就赶去昆仑去找玉罗莎 幾乎还搞出大乱 这里又不说了 现在小燕很狡猾地问 谁敢叹的玉罗莎 姐姐你看 你看看 是不是不遲呢 正在说话的时候 武明哲突然间 困 不好 玉罗莎和小燕同时恶然问 什么不好 武明哲側的耳朵 听了一会儿说 好像有人受伤 向我们这里冲来 难道这里还有人交手打斗 好只金姐姐 我们快点看看 金姐姐 她不是去了四姑娘山找她爸爸她妈 怎会在这里附近受伤 那到底这个小妹 为什么会知道金兽姑去了四姑娘山呢 武明哲就没去奇怪她 她只知道金姐姐和小兄弟在一起 现在的金姐姐受伤了 那她的小兄弟呢 可能都危险啊 她就一心赶着要救人 还没有回答小燕的文化 她的身子就像闪电般飙了过去 小燕和玉罗莎都知道武明哲的耐力很深厚 我就不会听错 马上跟着武明哲就飙了过去 他们三个赶到的树林当中 果然见到受了伤的金兽姑 武明哲马上把她扶起 给她吃了两粒毛山挂衣的贞丹 跟着运用自己的真气 为金兽姑自伤内伤 金兽姑就醒了 一见到他们 很急便说 你们快去救我师父 和我爸 妈 小燕就急了 金姐姐 她们在哪里 你在哪里受伤的 谁打伤你 金兽姑向着西边一指就说 是 是 玉罗莎安慰说 金姐姐 你不要急 慢慢说 我们会去的 武明哲就说 金姐姐 还有你的伤 仙姨啊 不要啊 你快去吧 不要理我 不要理我 不然就来不出了 金姐姐 那她们在哪里 玉... 玉女山 小燕马上去就没有明知就说 傻哥哥 我们快去吧 金姐姐留在那里 玉姐姐你照顾她 哈 这个兽姑 不知是吃了卦衣的丹药 还是没有明知体内的那些真气相助 她的内外相竟然杀时间好了大半 站得起身了 她就说 不用照顾了 我得跟你们去 金姐姐 你的相行不行啊 没事 行行的了 行吧 玉落室就说 金姐姐 要去都不争在一时了 救人如救火 不如等他们先去 我们慢慢跟着后面去就一样 小燕马上说 是啊 玉姐姐说得对了 傻哥哥 我们先去啦 港元拉着武明知 好像两道闪电那样 玉女山方向就飙了过去 玉女山来成都就一百里左右 亦都是都光燕的地方 那小燕呢 就在玉女山的二王廟前 曾经是战胜了 武中流的第一号杀手 千万劍 所以小燕是对玉女山的路很熟 百里之遥 对她两个的轻功这么厉害 来说 斩眼就到了 那在她两个差不多 挨近玉女山的时候 武明知凭着自己的真气 好快就找到双方交手的地方 他们冲上去一看 看到一个蒙面黑衣人 正在那儿跟神龙怪黑交手 那尽管神龙怪黑就是中原武林一等一的上乘高手 一条打狗棍是几乎无人能的 但是现在在这个蒙面黑衣人 鬼计快速的刀剑下 竟然只有招家之功就没有还招之力 而另外还有一个蒙面黑衣人 正在对付武林骗子夫妇 而武林骗子夫妇已经身重剑伤多处 如果不是她两夫妇联手 加上又有一手上乘的分花佛楼掌法 恐怕早就死在这个蒙面黑衣人的剑下 又好在当时武明知都教过她两夫妇一些手法 就在这阵子 小燕和武明知及时赶到 小燕忘真了这两个蒙面黑衣人的身形和剑法 她大气一惊 其中一个 就正是自己在子岩山下遇到小有的敬敌 那个神秘的黑衣人 但这两个人都蒙面黑衣人 伸手剑法一样 不知哪个是黑衣人 怪得神龙怪黑的老前辈都打不赢 她现在马上对武明知是说 尚哥哥你小心啊 这两个蒙面人 其中有个就是神秘的黑衣人 你千万不要大意和心愿 你快去救金大伯夫妇 我去帮神龙怪黑决老人家 说完 她两个就飞身了 哇 这一场就好打了 连神龙怪黑都不够打 那武明知和小燕两个又怎样呢 她两个就刚刚学了天击掌的嘛 啊 会不会大派用场啊 读之后事如何 明天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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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